今天我完整的起底一下这些所谓的传销或者直销品牌 请大家耐心听完 自己了解了也一定要尽力去救助那些陷入其中的同胞 先说明一点直销和传销是有区别的 一会儿会讲到 这里呢我就先以传销为称呼 第一正经的公司正经的品牌正经的产品 有哪一个会要求你一边买产品一边去卖产品呢 而且还要求你每周或者每个月 至少买一定数量才能保持这个购买资格 才能保持提成比例 这不是很搞笑吧 好的产品口口相传 它不需要完全通过提成来刺激传播 但我们反过来想 再普通的产品 哪怕它是一瓶纯净水 甚至一瓶地沟油 如果可以提供巨额提成的话 是不是一定都会有人有动力 把它宣传成一瓶神药呢 而如果真的是包治百病的神药 它为什么还需要花钱请你帮忙宣传呢 大家不是都应该早就抢风了吗 怎么这样的好事就这么的密不透风 只有你知道的 第二很多人都说 人家口口相传是为了省下来广告费 可是广告费是省下来了 可为什么几乎所有这些传销类的产品 都又比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贵很多呢 所以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到底是因为产品好所以贵 还是因为传销这种方式所以贵呢 如果是因为传销所以贵 那么节省广告费就显然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了 那么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我斗胆来猜一下 很简单 因为口口相传的内容 他们不用负责啊 不管你在亲戚和朋友之前宣传的时候 如何的夸大和虚假宣传 你就算把一瓶纯净水描述成神仙水 人家厂家都可以说 这不是我交给他的 有问题别来找我 因为我们的产品可是很正规的纯净水哦 而且很多传销公司还明确的告诉成员 你们只能通过口述传播 千万不要在网上公开介绍我们品牌和产品功效 搞这么神秘干什么 不就是怕你留下证据吗 你不信的话 可以到你所推崇的任何传销公司的官网上 看看这些产品的介绍 不管这个官网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都没有写任何你所熟悉的那些神奇的效果 比如说杰斯官网上 还特意用很小的字 清晰的说明了自己的产品 不能预防改善和治疗任何的疾病 但可能你从来没有上过他们的官网 你上过的网站 可能都是这种专门为传销品牌 开脱责任的第三方做出来的 当然还有些人被洗脑了 而说美国保健品是不能宣传有疗效的 所以人家不会写出来 这不就是废话吗 他就是因为没有疗效 所以才只能申请成为保健品 相关机构就是怕你忽悠人 所以才不允许保健品在宣传中提到有疗效这个事 如果他真有疗效的话 那就直接申请成药品了 你知道在美国一旦这种包治百病的东西能够被批准成为药品 那整个公司的价值能翻多少翻 谁还傻乎乎的去做什么传销啊 第三点 有不少人说自己用的是真的有效果 比如说这个New Life新生命凝胶 他的用户就有不少说自己抹上了以后健康了很多很多 那我跟你讲 这才是最危险的情况 这个凝胶公开的有效成分 HGH是一种激素 而他在产品中的稀释倍数是10的30次方 相当于一个HGH分子需要用30吨水来稀释 或者说每30万瓶凝胶里面 只有一瓶里面有一个HGH分子 所以对你来说 这一瓶凝胶就和一瓶水没有任何区别的 如果你用过之后没有什么效果 这反而说明产品里面的成分至少和他公开说的是一样的 至少是安全的嘛 因为就当洗澡你搓泥球了 但如果你万一出现了什么所谓的效果 这就危险了 因为这就有可能意味着产品中有超过标准的激素 你现在觉得爽 但长期会伤害到身体 第四点 当然肯定有一些传销产品也是有效果的 比如说这就是一片盖片 没有什么基础含量 你吃了以后肯定可以补盖嘛 但是你一定可以用更低的价格 用更自由的方式 去买到其他一些更好更放心的品牌旗下产品 有些传销品牌 它动辄就三四百个产品线 而且每一个都被宣传成为神药和神器 这是连世界第一大公司苹果都做不到的呀 所以一个规模不大的公司 想同时做这么多的产品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找那些自己搞研发的代工厂贴牌 那这种情况下 你还会相信它的产品就一定比其他的品牌牛逼吗 而至于你总是觉得人家产品用起来就是比别人家的更好 那是当然的了 大家都是要面子的嘛 我花了这么多的钱买这个品牌 肯定要拼命地说服自己做了一个伟大英明的决定嘛 心理上一定会不断地暗示自己说 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我好激动啊 我好聪明啊 就是这个样子 那市场上是不是有一些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呢 我不想知道 你也不要告诉我 我就当鸵鸟算了 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老娘 我花钱买开心 不行吗 第五点 你如果翻看这些传销公司销售额 可以发现 他们在美国本土的销量 基本上都是远不如中国的 所以你就算迷信美国货 也至少要迷信一个大多数美国人都使用的产品 那你为什么要一定选择这种 美国人都不吃 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的品牌呢 我上一期说过了 上一个外国人生产出来 他自己不用 却只提供给中国人使用的产品 是鸦片 你看你是不是已经中毒很深 第六点 对于某些人来说 他们可以把这个事当做一个可以赚大钱的生意 不过很遗憾 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绝大多数从事这个行业人 他都赚不了钱 甚至在亏钱 像做案例的 99%的人每周拿不到五块钱的毛收入 而康宝来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购物权威机构了吧 他们就曾经在报告中指出 像康宝来这样的模式 如果上线的收入仅仅来自于零售提成的话 那么有一半的人一个月只能得到五美元的净利润 而另外人都在亏钱 所以这些人他想赚钱就只能依靠拉人头得来奖励 注意啊靠卖产品拿利润的是直销 而靠拉人头的就是非法传销 我请大家认真阅读中国的禁止传销条例中 对传销的定例 履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能救的就救一下 救不了的该举报就尽快举报 以免他们继续祸害他人 第七点 很重要一点要告诉大家 即使一家公司上市 也不意味着他的产品就是好的产品 这你不能说他的产品是可靠的产品 上市这件事 只是意味着他能合法 或者在法律的边缘赚钱而已 在美国 保健品就是食品 不谈功效的 所以只要他能保证这个保健品没有副作用 而且还可以靠忽悠卖得出去 就可以上市了 美国这连私人监狱都能上市 一个卖食品的上市再正常不过了 这跟产品本身功效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至于创始人个人背景多么多么牛逼 一来你都不知道这些故事是真是假 二来这跟产品也没有什么关系嘛 所以这些内容都不应该影响到 你对产品本身的判断方式 第八 最后一点还是要重复一下 美国保健品虚假宣传的识别大法 就是要到这个产品的官方主页 看产品本身的完整描述 凡是你耳熟能详那些神奇功效 如果在产品主页都没有标明的话 那就都属于虚假内容 当然也有些厂家聪明的不得了 他会在产品业先列出来一堆跟产品无关的科学理论 把你忽悠的迷迷糊糊的 然后你就会误以为这个产品就和这个理论有关了 这种情况的话就真的需要你自己提升一下阅读和理解能力了 实在需要帮助的话就留言告知吧